大家好,这里是黛四,风采 如同你看到的 不知道小黛在争论什么队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回合到底发生什么事 第二局比分14-10小黛发球 两人进行后场的拉掉对峙 人平蔡越后场软压 小黛回挑高球 人平蔡越再切一个往前 小黛反手勾对角 人平蔡越趋前戳王 小黛也回放往前球 但人平蔡越扑王 将球推到后场 这一球非常明显的出界了 但县审却是叛界内 小黛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于是才会大动作向主审抗议 这球真的太扯了 县审难道是睡着了吗 还是球落地的时候 刚好闭着眼睛呢 再看一次这个非常离谱的边线物判球 有看到吗 这个弱点真的超级界外 也难怪小黛会有如此大的动作 最后在发球裁判和主审进行讨论后 这一球才获得改判 由小黛拿下这一分 不得不说 这次亚锦赛在转播和现成误判的情况上 都有很多问题 希望后面的赛程可以越来越少这些状况 这里是戴士风采 下集影片见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at Often 嗨 这个нь椒 对 鸗 转 。 簽 。